英文教室 英文教室再继续勉求一本靠近密度的心情 但是要不说日本的心情 要不跟我们说经文的心情 就是我们先分出几段 几段这个上官的这个法语 现在我们就是说第一个法语是说不完 第一个法语是说什么是真正的信用 什么是真正的忠告 当然忠告这年日日在前礼拜 就已经有跟我们台海分析过去了 分析过去后呢 当然这个内容 那个忠告是说 我们一定要跟什么是你的主人 中文主和本 这个改文算议就是这样跟我们说 还有另外一个法语叫做人所鬼王 所以如果是要说主 跟这个本 教公 是为有佛教 他说得出来 佛教和说得出这个本 和主 也会说这 President 你可以说不出这奥 一奥 一奥 认识 那顾是我们自宗的这个重点 还是重点这个自宗的重点 尤其是真正能以为 那种的本 就是要了解那种母性 所以了解這個主本心 這個就是正式有講到這個心佛中心三無差別的心 不過這個心在佛教中裡面 要講的就是我們人這個道 我們人主性的那個道 主性心,主性道 所以主國以來,在開五的祖書,或是我們佛尊 他正確是一個所謂的這個道德 不然是說心和性 所以我們正確後面比較陰的,佛教宣徒說的 不惜本心是真佛 因為心佛中心三無差別 是心就是佛,是佛是心這樣 所以這句說,佛教宣徒是真佛 佛教宣徒是真佛 佛教宣徒是恩徒主性 佛教宣徒是不關己心 佛言心我佛佛,心我佛佛 見識出情佛教宣徒是真佛 所以天 nad 成爐主 conform,y'vetale Edge 懷疑 東德平齋世伯寺 還是治歷 佛教宣徒���,聖戰蕎說法 我用無情殺作法 七月主的 淡食本心行殺法文 無量妙義不求語蝶 那麼這句的 那句食 就應該說淡食本心 這樣可能比較適合 因為這個食中的認知 不過這個情就是淡無心發言 淡食本心、淡食本心 這點比較重點 我們知道齁 但是我們這裏淡還要說 五祖非靈大師 五祖弘英大師 五祖弘英大師 在這個法寶堂經裡面 他就說這樣 說淡食本心、淡食本心 淡食本心、淡食本性 淡靈、中夫、淡淡、淡、佛 那麼這句話齁 當前五祖弘英祖書 他就是已經一個開幕生者 所以開幕生者當然是 他心境和一般 修憲人的心境不一樣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確定了解 心裡是你的本心 確定了解 什麼是你的本心 那麼這句話就是 你一定要學法的狀態 你一定要調這個方針去走 什麼是你的本心 那麼什麼是你的本心 什麼是你的本心 就是什麼是你的本來臨肉 什麼是你的主本性 我們坦白說的 宗教的宗教的宗義 意思是說 本來臨肉 和附廟 微生情本來臨肉 和主本性 這個問題 所以現在這個方針國師說 你如果不能確定 現在這句話說 你如果不能確定 貼回 各種 什麼是你的本心的位 那你如果不能確定 這個問題 那麼學一策法 金本 對你本心的改革 一點點 抑制就沒有了 因為我們今天 如果是慨悟 慨悟 本心 本性 那麼當然是 政府生法的水準 這樣 這點比較重點 不過這個問題 我們就不需要跟我們講解 三人菩薩的 會收 一大阿正 他就很重 他來證本心 這樣 那就是無心 但是他說 你若是學法 沒有調整這個方針金的位 等於學法沒有調整 所以說 我如何去 息足本心 這樣 這樣的話 你學一策法 對你本心的解決 一點點理會 就沒有 和解決不理會 但是如果 你能夠 息足本心 這日式 我們現在來講 建主本心 這樣來講 可能比較好 還可以建主本性 這個本心 跟建本性 這日式六次就成了 這樣當然 這個人 有足夠 稱為台中府 也能夠稱為 教義中府 也能夠稱為天人書 也能夠稱為粉 不過這是粉 這是要求 究竟 關鍵的粉 如果是 對一地價代書 說的 對地價代書 說的 這個六七個 中間 這個水準 差不多 中間 死心死分 那個水準 那麼 因此 有 認可 一個水準 請注意 我們 大家 將來 絕對 有 那個 世界 未來的 人生 無量 你絕對 那個世界 還沒有 像我 定大 說的 那日子要給我們先注意 認好一個說的 如果 以 經代書 法 在 原則的 內容 加速 為過了 心性分 會 很健全 或是 甚至 水準 這樣 這樣就 一千多 要注意這點 我們今天說真的 依如來經過台佛說法 當然一定要注重 注重說 將來你如何 課重生成分 你課重生成分的為 當然你本身也要有追蹤 要有追蹤的 你就一定要了解 重點是那個是不是你的心 那麼在我們這世裡面 這個相當的傳承就說 什麼是你的主本性 什麼是你的主本性 什麼是祖書世來的義安 所以絕對不能刷到這裡去違背 関連到 含身無關 這個法基上含身無關 也不能說含我們人的主性無關 這都不能做 也不能說奉身是佛道的究竟各地 是理不了心性這樣 這個法基上一定要處理 這個問題 要可以把重生交代一下 一千二十 那如果是無話 無話咯 我們要注意咯 我們強調這個法基上 絕對是外道 但這個外道 有時候是我們佛教中的外道 不是一定外道中的外道 是我們佛教中 如果是法書沒有水準的 他說的法有很大的偏差 所以他的心病不夠 他的悟道中心 悟道中心就是說 他從這個 這樣他就悟悟道 悟悟道 悟悟道的関連到眾生無關 所以這個法書叫做外道 法書案 所以原理是有稱 我們佛教中的三義 不過這是外道 這樣了解嗎 我們可以稱為本文做得 可以這樣講 但是因為這種的義術 他說的 的義術 不可以讓眾生 鬼王 那個政策的路徑 所以我們談到 尋常這個宗教的宗 就是說 只是人說鬼王 鬼王 鬼王當然就是叫做悟的意思 悟比較叫做鬼王 那如果不呢 不就是在這個流浪生死 荒害流浪生死 這個叫做悟 悟的都在那個什麼 宗教本身 角度本身 這個的差別而已 要注意 這點 所以如果是 一年這麼多 可以開悟 這點是絕對不貼賺 但是他就要教眾生主的開悟 這點比較正教 正法 但是 現在有本這個鬼王 是介於整個世界 是什麼 所以 就是說你今天去問這個地方 它叫做流浪 他鄉 生死 六度 輪迴嘛 不過你在這鬼王 去哪裡呢 我們無量級以來 已經在這個 白寶島 在這個大軍 那麼你要鬼王去哪裡 這個鬼王的世界 齁 我們現在用一個名書 因為這個用無極來講 為什麼用無極來講呢 因為這個 佛羅密 我怎麼叫做 這個無極 這樣 佛羅密的求經 避難 有另外一個名書 這個無極 但是無極就是什麼 涅飾正真 什麼 無科再度 這個無極 這個無極 涅飾已經真了 齁 因為我們今天去六度生死文化的主點 就是在那個涅飾的經濟嘛 那涅飾的經濟已經正真 我們人的公明中 那個心 那個佛 那個就普遍 普遍了 普遍了 你中間就 有個別改變 齁 涅飾正真 就不會再輪到一身死 所以現在就說 涅飾正真 無科再度 這個叫做度無極 但是你要大家做無極 主義應該要知道 這肯要斷煩惱 不斷煩惱不行 煩惱就是貪心痴 所以法師要教中間 大家做無極 這肯要先教他 如何斷貪心痴 因為有貪心痴的這個心 必定會做殺到應 然後做屋口 基於忘言中心 這個難免 涅飾正真 就是這輪迴的經濟 這樣 所以這個度無極 就是斷煩惱 療善死 跟倒屁肝 那麼倒屁肝 就是這本身兼 所說的 叫做 法律普遍 這樣 就是法律普遍 就是說 地、非、獨家、倒屁肝 所以 法律普遍 我們會做度無極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就是 獨家 劃煩的這個經濟 劃煩就是說 大家不生不變 這個重點是在說這個 因為 現在說 風箭 如果是不健康 就是說 我們這些學會 金生金生 如果風箭不健康 因為我們的重點是 未來生育佛道 未來要生育佛道 一定要做不健康 一定要做不健康 這是必然的事情 做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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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 要跟我們說風箭 如果不健康 重點 你不能開墓 就是你力萬夾 力萬夾 力萬夾 你也不可能做不健康 像剛才說的 這個波角現實說的 你收拾一大堆 那收拾一大堆 剛才會出生育佛道 不可以生育的作用 那你如果這樣學會的人 對這個心有性 這個作為基本的修期 跟未來改革的這個 基本目的地 這樣當然就不可以政治性 不可以政治性 你又怎麼會生育 又如何生育 又如何生育 我們是知道 在六道中 一個大堆肌育而已 最后 有我們落在善改的天堂 你又如何生育就對了 你如果沒有說 我一定要去退回 什麼是我自本身的胃 去確認那個無性法 會有啦 當然你收就有了 有了就有了 你有選擇 不過選擇 他一定要用選擇 選擇現在變手了 他還對他就奪得了 這是必然的事情 所以在選擇中 不就是在一段 的這個福保日而已 這是必然這樣 我們要注意一點 因此 真正的忠告 所告的動力 一定要有性能量 所以注意一點 我們今天選擇的法書 當然它是在台佛選擇 一定要這樣 有文有義 一定要有文有義 這個情擇說 你等一下要這樣 我說的 這個性能量就是這幾文 這個性能量 就是性能量 說出來這個有文用的話 這個叫做有經文 齁 那如果有經文 就要按照這個經文 解釋這個義理 就可以偏差經文 這樣 不行這樣 齁 但是說 禁了去 所以法書 它本身有水準 我怎麼不可以 它有義 沒有文 我怎麼不可以 有文 有義 沒有文 這樣有怎麼不可以 有義無文 就是說 它說的義 不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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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 有義無文 有怎麼不可以 但是當然 是最後 因為重生 它在重生 它在重生 復活 會這個基本 負責的教義 或是說這個 沒有殺的這個論 但是今天如果 恩經 或是恩倫 這個重生 當然有 比較相信 比較相信 不過你改的人 一定要殺 不可以說 你文寫出來 經文 還是論的文 寫出來之後 可是紀律 五千八篇差 這樣不行 齁 所以如果是有文 就是有性言論 那句性言論 就是要講 有性言論 那你用性言論 這個基本的經文 跟論文 你改成的性質 有什麼一定要這樣 因為有錢 雖然它有文學的基礎 不過經的文 它看不出 經的文看不出 有的是 因為這個經的 這個 技體 或是說比較文言 它看不出 看不出 我們現在在台佛索 一定要看出這個 內容 才來台佛索 這個叫做有文有義 但是我有說過 有時候說的文 有的是這樣齁 無義 和無文 有的一種是有文 無義 有的一種是有文 有的一種是有文 無義 無義 無義是怎樣的無義 就是他講的話齁 所以原理有認證 但是他會改成的錯誤 沒有按照 他本身沒有實際的修行 沒有文義受用 他本身沒有證明 所以說出來有經文 但是沒有法義 每次都檢查 這樣就不對了 另外一種外套 是黑白公公的 那個叫做無義 又無文 所以我們現在的學法 我們要求什麼方針 所有的法義上 就一定要是性人講的 性人講的 性人講的 我們是自己的 就是最後是佛道講的這個經 要不然就真的 沒有實際的論 這樣就是性言論 沒有 沒有義一定沒有教師 沒有沒有教師 沒有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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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這樣不行 所以這裡比較跟我們說這樣 說性言論一定要有性言論 所以我們現在緊固性言論 所謂者是緊固性言論 所謂者是緊固性言論 所謂者 文法者跟緊固性言論 修行這樣 這樣 這樣將來 都說不會偏差 不過呢 要再注意一點 那個說 有的是有性言論 沒有不對 這個文是性言論 不過他偽偏差 這樣他還不可以 這個要注意 所以這個就是沒有偏差 可以真的 得到改革 所以我們現在一定要研究上性 我們研究上性 我剛才沒有告訴你 總是有一些 開始我們一定要刷法 刷法來教育中性 所以現在你劣性 來是突然 真正正 這個性言論 這個義理 跟文學 這樣有很多 你變成理性言論 在刷法 我會說就很順 那你現在如果是不偏 那當然你 當然你 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 當然你還是說不太清楚 這樣不太清楚 那麼這個性言論論 是在性人所所的這件 你性言論論是在佛陀 沒有什麼 所以佛經會改革 佛陀 我們一定要緊固佛陀 講的話 緊固佛陀 講的未來是我們 所講的這個法 這件事 一定要做 因為佛陀 已經生佛 他經過無量 所修生的 正到這樣 就是三毛三毛 當然 他用他 過去所修的過程 他自從這個法義上都跟我們說 這樣 法義上跟我們說 我們跟順利的法義來修法 那個法義上 我們說的是佛陀 法 所以我們緊固佛陀的法 來修 這樣就可以了 不過三毛的法師 一定要講到很符合佛陀的本義 如果沒有符合佛陀的本義 也就可以了 可能會誤導眾生 無得眾生 所以現在這個教科 下面講的 是要隨眾生 他們能夠緊急 所以我們今天佛陀 我講的是生佛 是一代生 不過眾生如果不經過 很多年 頭生那個阿含 風電 發展 這個解他們 一定有一個解之後 講那個代生不強化 所以現在在講 眾生因爛跟緊急 如果不夠那個基準 你說一生反也不好 所以眾生的緊急 看他應該先給他 跟人天生 或是先跟他講語生 會不會跟他講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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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啦 這個因爛比較會復發 所以當然 有時候 他已經無量度 已經發大聲 他已經是否得到 你跟他講語生 也沒什麼 所以現在在講 佛陀是隨眾生因爛 跟緊急所謂 所以是為了要堵眾生 理口 這路 跟這個 究竟的解答 這個佛陀的本意是這樣 究竟的解答 就是生佛 生佛才是究竟的解答 如果二生就沒有究竟的解答 所以這個 凡是眾生想要成就佛陀的威 譬如說我們今天 我們的意思也是這樣 我們是為了生佛 當然 必須要堵佛 佛陀 堵佛陀所講的這個法 必須依照佛陀的佛法 來去修清 一定會這樣 你今天如果有文法 你不修的話 那麼你也是本身 沒有故障 我們今天在託經 文 文經 當然是為了修 齁 照佛陀的去修 如果可以照佛陀的去修 當然一定會生佛 我們今天說 有聽 但是你就沒有在內心 當然這個 可能你的時間 要比別人更慢 因為有聽 就有想要修了 但是你沒有那麼接結 可能會更慢生佛 這點要很注意 所以我曾經在當局當中 我會這樣說 今天我們在傳統中 在西隆說台性 說台性 現在我們沒有現實還要現缺 我們就是現缺的重生 現缺的重生 現缺的重生的進展 那叫做中間夾 中間夾 中間夾來到現缺 來到生修夾 現在中間夾有1,000分 現在現在現缺也有1,000分 未來中間夾都1,000分 現在我們在最近 就不斷會生落 生修夾 不斷會生修夾 不斷會生修夾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今天我們幾年聽台性 你知道嗎 還可以求生倒數 在這個低低期間 所以說25,000、6,000分 這樣怎麼說 可以當政府生完 但是當 這夾之後 這夾現缺 現缺之後 很嚴重 還沒有一個孫的孫的 總會有1世 有1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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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佛陀應該知道 有1世 用到我們共同 會生修夾在那個世界裡面 1,000分 我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喔 應該有1天 我們會生在那個世界裡面 那個1,000分裡面 不過現在還聽台性的 是不只1,000 如果才比較分担 比較濃 你問什麼 真的有的 是要拖擬帶水 可能比較老了 老了 老了 比較單態 積極到你了 所以 設計的人 比較不爽 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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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誰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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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 所有性价就是發改動 最偉大性仰的基督佛 再進來就改變 改變是我們三部世界的改變 現實就是靡力 我們現在緊固佛道說的這個空虛 法律上這個空虛 因為這個心是心 這個空虛 現在緊固未來靡力佛 這個威脅去淨化我們國人的煩惱 這兩項剛才符合大性 這樣當然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可以問到大性 還要再來去魅力淨土裡面 又問到入侵蝕地論 這樣當然這兩項的法律 總共是勝負用 當然我們的精金勝負 所以我們今天講 他說他這個最最好的忠告 他必須以大學者為主這樣 因為他佛道 每一頓佛道就是世界 十分之中最完整的世界性仰 這樣 他要為有大學者所教 所以今天我們一定要依經來修學 這樣 法律不教育 才能夠使用我們摧毀本心 天下的大道 地灰如海 天下的大道 未來才能夠列修這種性感 這樣一個圖 你每天都有主導 還減導他 這樣來 當然我們一定成分這樣 不是萬 你如果要偷偷偷偷偷偷 當然是更萬 如果是說我今天要聽到這個法律 我主動開悟 和主動未來政府先發生 開悟就是政府先發生 主動開悟就一定要先斷煩惱 斷煩惱就是開悟 開悟就是政府先發生 所以政府先發生後 就是未來無上正經感 這點是順序這樣收起來 應該是十分的正經 來 因為我們現在要說的 這是法律普羅比特心經 但是現在第二段 要跟我們說法律心經的重要性 所以法律上面就是 為心要和大家研究 這個法律普羅比特心經 因為這本經的重點 是在水靈心 發責普羅比特心 齁 這本經就是這說心 了解齁 那麼這個心、這個靈術 從修道人來說 實在是很重要 這個無中間 就是虛空間 無量 因為這個無中間 就是無中間 就是時間和空間無量的意思 無量的空間有無量的這個境土 無量的大善世界 那麼這個呢 上主、主佛、菩薩 下到幾度和第六度 齁 虛空中的無量世界都說有這個 六度、正土都有 但是都是這樣 主佛、聖酒佛、聖酒菩、聖酒菩 要知道嗎? 所以這個心 從我們修行的立場來講齁 實在是心對的關鍵 比如說 心若是孫 就最先改革 心若是無孫 齁 那麼你就下對奧奧 或是從這個三代火腿來 就不許再打算 這樣 所以這個心對的關鍵處 齁 無論是最先公明的世界 齁 那些是說幾下歐的世界 齁 齁 都說是由心所做的 自已叫好 齁 齁 所以心從頭天董、從頭天董 從頭天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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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間、國中的這個口處 從頭天董 通常是由你的心變 齁 很注意這點 齁 所以這個心就這樣 不可以不明白這個心 齁 齁 齁 如果不可以不清正這個心 因為為有心 會這個功靈 它可以來幫你創作 齁 齁 齁 因為這個心 但它受傷也好 不受傷也好 因為它這樣 我們很重要的這個地位 我們知道齁 所以當時佛對 創作四十九年的這個生命中 正連中這個心是 講二十二檔 講二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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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心講二十二年 所以佛對創作的中間 分成五世紀 四十九年的創作 五世紀齁 這個叫做無事交 这个模式靠的中间就是阿含十二方定法 那么发花热盘将发展 二十二年发展 发展最初三七日 那么这个我简单说一个 阿含经说十二年 方定间说对当 发花热盘说对年 二十二年的中间再沉这个发展 就是沉地匪和沉咱们的心 发热盘是最初二十一天 三七日一天 这样了解 但余佛陀所说的这个发展心间 就是经典中所记载 就是发展间 发展间 心间就是发展间 发展部的基中一本 为了要输给众生可以建五 发展 发展就是我们人的空虎 那个无生的空虎 那么佛陀经典非二十二年的时间 来说这个发展 但是这个阿吒的说是 再補充 经过佛陀天台中的地价台书所说 在地价台书所开学 当初佛陀在学的时间 总共有八十年 当然是我们知道佛陀在学八十年 这是修学的事情 但是缩合的时间是四十九年 了解 但是在这四十九年缩合中 够分成五段的时期 所以这段天台地价台书 够分成五十九 分成五十九 用五十的缩合 来了解佛陀所说的这个时间 如何 他如何安排出来 这段我们才知道 譬如说 与唐作所说的 这修技能来奉行 我们就可以面对 唐作所说的 那一句说阿含 十二红尖板 那是佛陀 当初佛陀在佛陀下 最修仙的 在佛陀下 金光祖雄 当初佛陀下 佛陀下 有冠军 但是这个情形 就是他 做太主 十九月中间出家 出家是寇行林 刚才寇行林 寇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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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讓兩個佛用露撲起來 他分起來 兩個露中撲起來 撲起來後再灌一些米露 什麼叫做米露 米露就是他們運動 當時的雜種 雜種是用什麼的? 賣的 還放一些用力 還放一些油片 這樣就在暴露 現在就把他的 世代佛太祖孫灌下去 灌下去後世代佛太祖孫灌 這個火會讓那個精神出來 就是無疾 地靈靈 這樣 現在他起來之後 現在還去金光做座 座他就發現 說我今天你不在座 我如果沒有開幕 我要像四大車這樣 他就發這個月 所以到五個晚上就對了 富泉甘有一個 天靈有一個七 金光亮 這個中間他爬斬兩千 就在那裡去大江 台江後他已經說什麼 政無無雄婆婆 不過這個照說是阿伯 政無雄婆婆 這段是叫做政無雄犯 政無雄犯 但是他當他還在算返四十九年了 他已經會緩緩的最悠是一個緩心 那個叫做金光佛裡面 那個叫做最悠 頭前這個叫做最悠心的佩甘 當他當天當四十九年 結束後要立緩 那個叫做政無雄婆婆婆 他的緩 台書地緩已經緩緩了 結果他當時沒有研究 那名叫做正無料 但 после當地的做政 工作 投訴 其實聽說 整個世音 但是他不想 Sergey está 帝衛生 當中有那個如來的地匯 也有那個如來的地匯 如來的地匯 什麼就是這個 也有三十二地匯 三十二匯 這句地匯就說 有十三量數的五萬六通 到無量共地匯 這樣了解嗎 無論中生基準有如來的地匯和如來的地匯 為心裡才會不可以 才會對六道輪返 他說就是夢想心的這個激動 所以這個如來的地匯 得相 它不可以正在 問題就出在夢想激動人 那麼夢想激動是激動什麼 就是激動世間的六頓和激動 問題就出在這裡 六頓是在石仙上未出發 這個中心就問題出在這裡 那如果激動是激動是激動的 那麽由沙漠到三流上 三流上就是 那麽由沙漠到不沙漠到不沙漠 那跟五頓上就是石仙向離出 就是讓這個激動所接種 所以不能正平 如果中生可以離開夢想 梁想當然你如果沒有去激動 五頓和激動的位 那麼你那個一切定 這個一切瘋就是空性瘋到根本瘋 跟這個無修瘋 因為我們人的法制不需要 不是用書給你繳位 那個無修瘋就是空性瘋到無修瘋 這個無修瘋就是什麼呢? 那個瘋子就通了 我們跟這個主言瘋 他主言現前 因為什麼呢? 你若是離開夢想 這句話說 你若可以繳在空性 那個不生不別的 本主要辦那個 你會開夢的 主言 無修瘋、主言瘋到這個就顯出來了 那些都不用人家的 那個叫做主性的功能 那個就顯出來了 所以這個是佛就說這樣 了解嗎? 現在你若這樣看 當然這句話來講 我們人本來就有如來幾乎得上 因為心佛眾生無差別 佛有的也有了 佛有三明數在五萬六通 我們也是有三明數在五萬六通 但是很差別的夢想一種而已 所以那個三明數在五萬六通 不可以繳路嘛 所以真的這不敢說 你若是離開夢想 就是斷煩惱 不要一個世間 那麼這個一切在無數 在主言的主言 就顯出來了 就是我們那個公民眾 那個如來中公民眾 他就顯出來了 顯出來了 佛就有三明數在五萬六通 我們也是完全有三明數在五萬六通 同意 這佛就說這樣 那麼他現在 既然佛就已經正無聲法了 正如正確第一的七日 他不會再輸 他不再輸 他不會再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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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自己很開心 很快樂 但是第二個七日 到第四個七日 這個我們也不再輸 這段還要減一段 因為他在那個所在有輸位 輸位是什麼 中心的夢想一種 不可以整體 所以他在那裡輸位十二圓圓圓 這樣跟沒有 在那種這個無名 寄生跟農事這樣煩惑 想來想去 這個就可能跟夢想一種的事情 還在在那裡輸位什麼 輸位那個輸性地 中心為什麼有苦 就是因為禁 中心才能夠解決 是怎麼才能夠解決 就是要收到這樣 所以從這裸位 寄於十二圓圓圓圓了 第二個七日到第四個七日 故它那這裡就三期二十天 剛在七月三條 首都就是將脑巨高ת 為十方菩薩芊 hosts Fahr 볼 像是祖宋 Mask 當經 Bill MaJam 這個法文 這個高會中間另外全做法驗會這樣 所以我們頭上武功就是武功 那個叫法驗最初三七年 就是直接說這個 我們知道剛才高會的法驗 法驗最初三七年的法驗是這樣 剛才最修先說出來 因為無害無人的法文有很多近距千步的天人 都聽不懂 這個是應該說天人 因為那個是在改惑法 改惑法的不是在我們地上佛道的肉體去說的 是佛道靈色出現去踏風的世界說的 就是在天上那上 那個法驗會就是這樣 有哪有很多小文聲音啊 聽不懂 聽不懂 因為那個是講給這個什麼 那個菩薩聽的 當然有哪有很多 這個國天人的法寶去聽 怎麼聽不懂 我們知道齁 那個副道 這個輔助 這個勞力去聽怎麼聽不懂 我們知道齁 但是 但是 既然聽不懂 他不能說 沒有古代的說小聲 叫做 悔性 這樣 啊這樣悔性 就是他開始不說小聲 然後慢慢 因到小聲的這個修行者 比較相當性 所以這樣呢 小聲的聲音 像主 他沒有 小聲聲音 如果沒有這樣來講 那麼這個他就沒有辦法聲音 所以引出佛道 更流露 主臂的心懷 開發管教 現在叫做官教和實性 現在官教就說 那個漸師教的教 漸師教的教 那個叫做官教 但是漸師教的教 這個漸師教的教 這個叫做小聲 啊 漸師教的教的中間 就是我們頭上說 那個最初 三十字 不要說了 就是那個阿含十字 這個 要再加了 開發管教 還要再在管教中 他有多一點 踏到這個 實性 實性就是 政府的這個 道理 政府的道理 也就是說 那段中間 都說人天化 和說日性化 不是這樣 阿含金 不是說這樣 因為阿含的時間很長 他們都總有十二檔 十二檔的中間 我們都會有這個修法 國中 和國中 這段水準 現在一個人跟他 有些顯露一些 多實性的這個道理 所以 說這個顯露 時 所以還要說 二十 在法檐經 之後 台師說這個方便法 方便法 方便法就是這個阿含 中間 剛才說十二檔 阿含十 跟十二檔 但是這十二檔 叫做阿含十 阿含十 因為說台神發展 因其千多的天人 那聽哪像草莓人和阿含 阿含 他聽不 因為他就聽不 阿含什麼叫阿含 他聽不就這樣問 阿含聽不 有基本就這樣問 阿含聽不 就像草莓人 草莓人 你要做什麼 所以變成阿含 所以聽也聽不懂 阿聽也聽不懂 那也不可以發問 這樣了解 譬如說我們今天在說 這個要說心經 我如果沒有這樣看我 找一遍 反正你不聽到 附近的人我聽不懂 等於我現在說 我用這樣看我找一遍 你們當時如果不再看幾遍 你連接再坐在這裡也聽不懂 那是啥 那是阿在聽下去 呼呼呼 那就是 頭要撐不撐 那蝴如果撐下去就這樣 水要開開這樣 這樣 你聽不懂 所以你那蝴又撐下去 就這樣 這樣 齁 你們有沒有看到 蝴中那個阿 那些人有沒有看到 現在沒有看到 現在沒有看到 所以他當時跟廢的這個十二年的中間開工 四部消息 靠你 四部消息 來賣到三省中的這個小金基的人這樣 就是今天你做這個作業 他現在就說人天性 人天性的中間 他就說天上的這個福報這樣 齁 那個在羅湯經就說到這個天上的福報 那個浴界有分幾天這樣出來 齁 也有說到八到五幾個小金 這個問題都有說 還說到靈 說到大平 那些都做什麼東西都對著 都有說到 羅湯經都有說到 齁 所以這個阿下百中文叫做消息經 但消息經在中間有人性 天性 跟三文演講 那些都有說到 所以說到這個 那些五概啦 十千概啦 跟這個英國的對待 還說到人性 怎麼這麼煩惱 怎麼他們收口就不得 怎麼他們去了解 十元去犯 還說到什麼負責 說到三十七道片這樣 這個在這個阿下 這都說這樣 但是這個阿下 分作四部 叫做正一阿下 第二叫做中阿下 第三叫做中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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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部的阿下 四部的阿下 你如果看到台中 裡面 就有這個文 這個經常 所以這四部阿下 就是佛得在六月圓 開始 生肚五BQ 因為五BQ去記到 之後 那麼它佛得是成功修行 但這五BQ是什麼 我過去怎麼說 就是什麼呢 就是當時佛得十九月 他出家 出家 出家之後 現在這個江湖 派他來 第五的王主 給他頂水了 這樣頂水 這樣頂水 就這樣頂水 如果他頂到過 就頂到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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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上 這裡是一個頂到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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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頹一浮 所以這五個王子就離開 離開之後就告別他們五個去六丫一個地方 就在那裡收到自己的自秀 這段中間的復讀已經成功了 就來六丫生徒他們這五個人 那時候我們五個人看到復讀 過去的社長的太主已經搖到三比八的太主 現在復讀變出三十二雄的復讀上 看一個條件之後 他已經去清金 清金現在復讀都說出生就讓他們聽到 這五個都說是政樓的 這個經過復讀的紀錄是這樣 所以我剛才說 這四步阿含就是從六丫開始 政中所長的就是七改 什麼是六丫、什麼是六七 什麼是六丫、什麼是十二零年分 什麼什麼是屬性的、什麼是實現力的 經經這些問題 和一些因果、一些天相佈 說這些 最負責編算 第20基就是阿含基這樣 所以這重要的復讀是什麼 我們現在幾個就是要注意 就是幾個復讀政德 在生四十九年的中間 他的這個還剩下過程 要注意這點 復讀是復讀三阿含經十二年之後 他還剩下過程 復讀的時間來講復讀政德 復讀政德 那麼什麼叫復讀政 現在這個阿含跟我們說 就說這八年的中間跟 尖尖印度中生 對中部的這個情理去認識 對中部的情理去認識 所以復讀就是復讀政頂的這個事情 復讀政頂的這個事情 復讀政頂 那當然這個就可能到什麼 那個無形犯的其中內容 無形犯 無形無緣 和眾生解誘入來 對於這上的這個復讀政 懂嗎 所以是因為眾生的這個復讀的關係 所以復讀政頂 復讀政頂 我怎麼說八重 因為這個對於對我們世尊修行的東西 在眾生有時復讀政頂不是很好 有時沒問題 是復讀政頂已經都結年來了 可是在這種政頂這樣搞用 有哪不太清晰 你阿含十二年的政頂 跟他講過後 眾生沒有想要受限 有時不解決 但是想不想要解決 當然到這個復讀政頂 他講出這個復讀政頂 因為眾生經濟權 所以復讀政頂說八重 這八重 這八重 所威流的政頂就是什麼 包括尾毛經 還有這個復讀政頂 還有這個復讀政頂 這幾類的政頂 但是如果要跟他講過 復讀政頂和復讀政頂 復讀政頂是要說危性 那這個復讀政頂是要說財性 所以這個復讀政頂就是要接到財性 因為我們聽過有財性 我們就知道 還有一些復讀政頂 復讀政頂的復讀政頂 復讀政頂是比較有 有這個什麼呢 有這個 有這個 有這個更不定的水準 復讀政頂也有破獄 有破獄 如果有說到眾生 到底不能在這個細節 再做三個 再做三個 你總是一定要用這個細明報 也不可以再財性 因為財性 你總是必定會對人間中 這個復讀政頂 也就是教中生 絕對不能再財到百人的財產 如果你如果過分財到百人的財產 一點也不可以 你會再留在這個細明 再用人金錢的報應 我聽聽好嗎 所以這個內容 這個內容來製作 我剛才說這個內容 就是財產的財產 所以這個內容金 內容金 是比較有哪個普遍 有哪有這個硝性 還有這個 體性的重要經理 經的理論 就是這幾類的經典 佛陀在八年的中間 尖尖 就是有這個白條的硝性 和讚嘆代性 所以說這個讚嘆代性 就是這個硝默基金 那麽連財產有關聯就是這樣 有哪有教人的硝性 那裏面有說到 十五條的硝式公頂 也有說到威性 所以在這個中間就有哪有說到 中生財產有如來種 那為什麼財產有如來種 這裏面都有說到 所以這個連財經 說到威性 威謀極經就說到狂利 這樣就這樣 所以這個 白條硝性 漸漸讚嘆代性 甚至還在保養 保養什麼 保養這個王國 王國就是佛本的究竟 我們有達過 這個王國經就有達過了 所以佛道的目的 他不是教這些人 所謂的 修改道說那個修憲就特地研究法 所以現在他就對這個 只修修性的人 就再給他轉轉轉 就是說你在國修、國中和國中 會追轉 現在你可以修到個人改道 他就再給你轉 他給你轉 他就說我今天修修性不可以 我一定要心無態性 我一定要省份 才會獻活 所以他現在就叫他 自己拍攝小乡 和向還有待生ared 所以拯就用解身 像這個偽無這些誼 應該大家知道 所以拯期這個培生 所以譜就是譜是 徹剉的第三個師基這樣 這個就是這個風頂的時間 剛才說到這個叫北斗 這樣當然他的地主無量 現在就溫國 溫國和他要進入百姓的這個境法 慢慢 所以我們一直把這個中心拿起來 一直拿起來 這是第三個世紀 好,我們迷路順好